逆境同行守护心灵 6月25日讨告日志 我们在逆境中同行 因神不离不弃的爱 让我们的心灵感到平稳和安静 诗篇71篇5-9节 主耶和话 你是我所盼望的 自我年幼 你是我所依靠的 我自出无福被你扶持 使我出无福的是你 我要尚尚赞美你 许多人看我为疑虑 但你是我坚固的避难所 我要满口述说赞美你的话 终日荣耀你 我年老的时候 求你不要标弃我 我体力衰弱时 求你不要离弃我 我一同思考两个问题 我们的神何时开始认识我们呢 我们的神是否有离弃过我们呢 神绝对没有离弃过我们 我们在无福中尚未承认 神已经认识我们 我们自出母胎以来 神一直呼唤了我们的明知 神在远处拆开我们的生活 引力我们走当行的路 神跟着近处环绕我们 作我们随时的保护和帮助 我们不会因为疫情的困扰 而令到我们害怕和担忧 因我们是神起于的子物 是祂所痛爱的儿女 神的恩典四面围绕着我们 由早到晚看顾我们 使得我们的心感到踏实 灵里面有平安 我们在同时为三件事去祷告 求主保守各地的解封措施 不会引起再爆发 市民能够自律防疫 让我们走出这个困局 求主带领教会 重启实体聚会的筹备 让我们安排既能够安全 又能够一起聚会 求主帮助我们增强 神与我们同在的意识 让我们在幽默的境况下 都能够满游平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